2月9日,冬奥会第五个比赛日,王蒙解说短道速滑的比赛,依旧是和黄建祥组成黄金搭档,期间王蒙收古爱玲礼物,怒斥孙龙态度消极,大气祝贺韩国队手金,引发热议,赛前王蒙收到古爱玲爱玲的玩偶礼物,黄建祥表示这是全国第一分,王蒙随后爱不释手, 撑,看样子没有看出来,看小猫看出来了,一看小猫就是他,太谢谢了,谢谢小武,谈到最近的判罚问题,王蒙表示,韩国一直在扯里格棱,但他们绝对会在强项1500米上拼尽全力,刘少林刘少昂两兄弟肯定也是憋了一骨气,任子威的体能没有太大的问题,男子1500米,四分之一决赛,第二组21岁孙龙出战, 但表现得很低迷,不积极,划出分秒2分19秒244,王蒙表示,咋还背着手呢,你以为你是大哥啊,国家给了你名额,就应该拼,而不是散步,浪费国家的资源,浪费我们的钱,到了女子1000米的比赛,王蒙依旧难以释怀,称,我当时在孙龙的时候,参加世界杯的比赛, 孙龙就是这样的感觉,有过一次这样的事情,当时自己一张机票就给他送了回去,没想到的是,到了冬奥会,还在四平八稳的当大哥,我就看不惯,我当教练的时候就很愁,不喜欢这样不敢打不敢拼,不敢突破自我的运动员,我就直接放弃, 当时直接就给他撵了回去,直接送回到地方队了,这是什么态度,王蒙,我是教练,我说可以,别人说什么,他是我带出来的,我教过他,这里面是有感情在,黄建祥教练说学生行,别人说要说,你就跟他急了,王蒙,所以,都散了吧,第三组,黄大县的成绩是2分14秒91,王蒙用秒表计时,称是2分14秒22, 但会快一点点,结果真的如王蒙说的一样,王蒙也玩谐音梗,在黄建祥说非法的时候,王蒙表示,非法,FIFA是足球,确实很有趣,王蒙,你要是不相信我的眼睛可以看回报,黄建祥马上相信,怎么会不相信呢,倒数第二组的张天忆是王蒙的徒弟,结果遗憾摔倒,没有成绩,王蒙表示,还是要给予足够的鼓励,毕竟才17说小将, 说完他还说,哎呦我这个英文,除了判罚这几个说的特别标准,其他的我说的都是东北的英文,当张楚彤获得小组第三名之后,王蒙就直言,他肯定可以晋级,这一组成绩快,最终结果出炉之后,果然王蒙判断准备,张楚彤是第二块的小组第三,晋级到了后天的半决赛, 黄建祥,安贤朱,金善台都是你给请到中国队来当教练的王蒙,对,黄,你这格局可以啊,你自己在主教练的位置上请来他们,然后位置让给他们,王,问,对,一个就是对项目的热爱,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时候,我们需要所有的经营来到我们国家, 我们的进步大家都可以看着,还有一种就是呢,我们进步慢一点,他们退步也行啊,哈哈哈,项目的热爱吧,当黄大县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,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,王蒙也大气的送上了祝贺,恭喜韩国队